讓人家知道你是獨一無二的 我什麼都不用提醒 我就有安全感了 對 才是真愛 對 多少人做不到 現在年輕人不知道幹嘛 對 對啊 現在男的都在幹嘛 在說 就是他想要把我 刺在他的 刺 喔 刺 刺 嚇死喔 把我的照片 刺在手上 就是 沒有刺你的名字 沒有我的 刺你的臉在他手上 對 他說一生 超可怕 一生只要愛我一個人 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看 怎麼看 結果在說你啊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 帶我幹嘛啊 你帶我幹嘛 來 第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相信真愛嗎 你先來 不相信 為什麼 啊 又不一定會結婚 喔 所以結婚就是真愛 啊 也會離婚啊 啊 離婚了 可以再不婚啊 為什麼 搞不好你又覺得 這個人才最對味啊 你 像王陽明跟那個他老婆 就是又在一起了 他們之前分手很多次 那是別人的愛情啊 好都是別人的男朋友好 對啊 啊 那個男的這麼好 一定是別人的男朋友 但是我跟你講 兩人在一起是這樣 久了其實再怎麼樣就是 都是正常人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 欸 林志玲 跟他現在日本老公在一起久了 他搞不好看到我 還會比較開心 應該是不會 我的意思 我拉起來啦 所以你不相信真愛 還好 一半一半吧 那你覺得真愛是什麼樣的樣子 就那種偏愛 然後 對其他女生都是 有邊界感吧 明目張膽的偏愛 以及邊界感 他講得很好 就是要偏愛我一個人 其他隔絕開來 而且是明顯的偏愛 讓人家知道 你是獨一無二的 我什麼都不用提醒 我就有安全感了 這才是真愛 對 多少人做不到 現在年輕人在幹嘛 對 對啊 現在懶得都在幹嘛 來 你呢 我 真愛 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相信啊 你是不是戀愛的喔 欸 不是 不是 他全 不是 不是 他電腦如倒酸 所以 OK 好 怎麼樣是真愛 你遇過嗎 我 我沒有 你沒遇過真愛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是覺得說他應該不是 但是 他相信他全然是真愛 沒有 他就是毫無保留的在一起嘛 對不對 全心全意的投入一段感情 對 要說他要 我要成為他的妻子 就是未婚服 然後呢 就是未婚服 未婚妻 喔 對不起 未婚妻 你往前一步 未婚妻 然後 他也說 就是他想要把我 刺在他的 刺 刺 刺 嚇死喔 然後我的照片刺在手上 喔 你說 刺你刺的 啊 對 對對對 就是 沒有刺你的名字 沒有我的 刺你的臉在他手上 對 對 他說一生 超可怕 一生只要愛我一個人 他就 沒有啊 我剛剛說不要刺很醜 他就沒有刺 等一下 欸 這樣就解決了嗎 他刺你的臉 然後你說很醜 然後 只要你說一句不要 他就說 好 那不要了 我聽你的話 我不知道 他沒有決心 我不知道 好 OK 那你告訴我 以後遇到這種 你就應該跟他講 你刺 你刺 我跟你講 在真刺第一刀的時候 我會阻止你 但我要先看到你有那個 你是真的願意 對不對 我問一個問題 你們在一起多久 六個月 現在還在一起嗎 好分的 那好 那誰提的 我提的 為什麼 這個問題 這個有點不能講 這個不能說 吸取一些教訓的想法心得 教訓 欸 男生的話 大餅不要相信 大餅不要相信 我現在沒有了 你現在沒有 對 男生的 現在男生在學校沒有相信 什麼叫大餅 大餅 就是 跟我說 要刺青是在手上 很會昏跡的 不要說什麼 之後會給你買包 之後會養你 有買嗎 有買嗎 連包都沒有買 一個一個就好了有沒有 不是他給我照片 然後他就死不甘我見面 剛約超多次他沒有一次 他就是沒有要跟他見面 沒有要給他 你是網友嗎 他那個是網友 還假的啦 他給你包包的照片嗎 他就是拍照很多超多 包包的照片 就是一堆包包 他有錢 他有 他很有錢 你怎麼 他到現在還相信他很有錢 沒有 真的很有錢 他真的很有錢 你怎麼知道他很有錢 他說的啊 難得說什麼他都相信 我今天身上有兩三億 你信不信 有信 來我問你喔 你給你兩個選擇 你會選哪一個 第一個是 他有一億 但他給你一百萬 第二個是 他有一百萬 但他給你九十萬 你會選哪一個 這個吧 第一個 第一個 有一億 還有一億這個 怎麼換 你有交過男朋友嗎 我現在有男朋友 他有在現場嗎 沒有啊 他是個好人嗎 不是 什麼不是 怎麼說 你又知道我是 那你是網友嗎 不是啊 他不是網友啊 怎麼說 你為什麼覺得他不知道 不是 我是覺得他不覺得我不會結婚 等一下我可以說實話嗎 為什麼 你很想結婚 好說實話 難怪你可以先暴露 好 好來 剛聽了一下那個故事啊 但那個故事我們不能剪出來 我聽了那個兩位戀愛的故事 那有什麼想跟另外一半或是前任說的話 來 你先來 啊我先嗎 不然你先來 不是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剛才講什麼耶 什麼都可以 啊啊啊 知道 就是對女生好一點 不要一直花大命 然後 自己 對自己要勇敢一點 然後 要為愛 去跨出那一步 這個前任真的是 OK好 還是有學到一些事情 來 來 你呢 多陪我一點啦 不然 好無聊 都沒有人陪我 OK 妳是個 無聊的 妳不是朋友嗎 妳們可以一起出去玩啊 啊是會出去玩啊 還是妳們覺得 同性的意思 欸我有時候是會這樣覺得 就是我明天要跟一個男生 明天要跟一個男生出去 他回去就不會放我聊天了 二十九二要跟一個男生出去 就是跟異星出去比較好玩對不對 對 比較有期待感 就那種如果你進一個KTV 如果裡面全是 女生 女生就沒感覺 女生 對啊 欸我也以為這種男生會這樣想 他覺得還好 還好啊 妳覺得同性可以 同性可以啊 只要不是那種 心機很重的都可以 他這裡有沒有心機很重啊 這裡沒有啊 心機很重的應該都走了 都出去玩 OK好 謝謝你們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加油啦 謝謝 高中生的夢幻職業是什麼 可能大家都想當Youtuber Youtuber 真的嗎 真的想當網紅啊 因為現在網紅好賺啊 來跟我講一下 你們為什麼覺得網紅好賺 因為那些漂亮的就是 身材高挑 長相出眾 對 你只要抖音發一發 就卡點 就有百萬粉絲 百萬粉絲就有業配 有業配就有人知道你 啊知道你就可能可以變藝人 哪有這麼簡單啊 感覺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符合大眾理想的話 嗯 嗯